大家好,我是黃麗如 我剛出了一本書《九徒的告白》 這是一本邊旅行邊喝酒的書 如果你喜歡旅行又喜歡喝酒 就是會閱讀越醉的書 您現在收聽的是來電二十 來電二十 哈囉我是小光 哈囉我是佳安 真的好久不見來電二十又重出江湖的感覺 真的很開心有這個榮幸來重出江湖的第一集 也對而且今天小光搭上的可是我們超厲害的主持人佳安 我們的塔塔老師別這麼說 小的會害羞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測的是本週好人緣的增強數 這個真的超厲害 你說我很厲害 對 而且這個主題很厲害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都非常需要 我覺得佳安應該是第一次跟大家見面嘛 先來好好介紹一下自己 佳安除了是小光在中廣的好同事之外 也是非常有名的主持人 而且在活動主持啊展場啊還有婚禮都是一把一的交易 謝謝小光老師這麼的推崇啊 那也歡迎現場所有的朋友幫我按一下讚 粉絲團叫佳安愛說話 我覺得你其實就是本人很親切 然後照片看起來也很親切 可是怎麼好像跟你講話的時候你好像蠻嚴肅的感覺 真的嗎 我覺得剛剛你講話的感覺聽起來 大家可能覺得佳安也是個老師型的 他真的超專業佳安愛說話 是的謝謝各位立馬自己給自己掌聲 FB嘛對不對 FB粉絲團喔 而且在上面你也可以看到佳安老師 還有佳安轉貼來電20 是的沒有問題會有很多訊息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好的本週好人員增強術 為什麼你覺得這是一定要他的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啊工作啊生活啊 其實人緣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人緣其實就很像人家講桃花嘛 對不對你在工作上桃花 工作上的然後同學同事的 不是只有男生不是只有異性喔 在工作上有同事有朋友啊 你跟你朋友的關係好不好 你的互動關係好不好 會影響到你的工作順不順利 可是我覺得佳安人緣應該算是很好的那種啊 我看你在公司也是如意得水 大家都處得很棒嘛 是不是這樣 是 幹嘛這樣說 那你以前在學校的時候跟同學處得也很不錯 就OK啊 因為其實我這人還蠻隨和的 對 但是呢今天算這個就是 有時候你跟同學啊就是 會有一些小小誤會或小摩擦 因為每個人個性不同 對 每個人想法不一樣嘛 所以會表達的方式也不一樣 對 那有時候在工作上面呢 雖然同事大家的感情非常好 但是有時候意見會小小不同 欸好像覺得好像這樣好還是那樣好 對還是會有點出入 但是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其實我們要幫自己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方法 所以你覺得你最近來算一下這個是很需要的 是非常必要 我覺得每個人都必要 我覺得我們不能這麼有私心 只是算自己喜歡的題目 就是為大家做服務 這當然啊 本週好人緣增強術 因為我覺得人緣好了整個 氣色啊 或是各方面心情也會好了起來 當然啊 你工作啊生活啊 心情好你做什麼事情都很順利嘛 為什麼有些人 你會覺得他人緣好像沒有那麼好 是什麼原因 我覺得每個人個性也不一樣啦 所以你覺得個性差的人 人緣就不會好 也不一定 因為個性差的人會遇到個性差的人 所以他有他的人緣 所以我們就抽在一起 趕快擊掌這樣子 好 我們現在小光呢 現在手上呢 有拿著我的塔羅牌對不對 那這些塔羅牌呢 小光現在就要幫大家來算本週好人緣的增強術 所以呢 小光跟家安呢 現在呢 會默念 然後我會抽出三張 你從一 二 三 三張牌裡面選出一張 然後到時候呢 小光就會來跟大家解釋 好 嗯 那我在算牌的時候你就 我要默念嗎 你不用默念 我默念啊 你就跟大家聊一聊好了 看你想要講些什麼 宣傳一下我挨碗睡啊 好好聽啊 我的天啊 我跟你講天啊 那我 大家你們先心裡也是跟著默念一下 本週好人緣增強術 那家安跟你聊聊天 那小光現在先來洗牌啊 好 趕快來洗牌 當然小光老師在洗牌的同時啊 趕快宣傳一下 你看剛剛都一直點我要幫他宣傳一下 我們中廣的哀碗睡 睡前是不是要來聽聽 我們小光老師非常有磁性的嗓音啊 主要是介紹音樂啦 我覺得你賣東西好像賣的也不是很順暢耶 明明就這麼好的東西 來電20每週五記得還是到網路上來聽 現在有podcast有youtube 還有土豆網也聽得到 很多地方都聽得到 然後我們的臉書嘛 來電20臉書 DJ小光臉書 還有家安愛說話的臉書 對 而且我相信你們現在可能聽到家安的聲音覺得很好聽 但是你去FB上面看到照片 你會驚為一天真的很美 謝謝你 是真的很美 講得越講越瞄越黑的感覺 沒有可是我覺得是美的 我就覺得我沒有俊男美女搭配的感覺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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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樣可以喔 一定要的 就是沒有人點讚沒關係 但是俊男美女的部分要被講出來 一定要 好來我們先抽出第一張 好我幫大家抽一張先 好但是你心裡要念一下 本週好人緣增強書 念好了嗎 好的 好第一張不要翻開喔 好 第二張 第三張 好 其實呢每次呢小光跟我們的主持人呢 今天是家安嘛 然後一起來算牌的時候都會想 請對方呢稍微再心裡想一下 你現在在心裡想 家安 本週好人緣增強數 最近呢 你在人緣上面碰到什麼樣子的問題 你到底想算的是哪一位 該怎麼樣解決 你現在心裡稍微想一下 好 一二三裡面 你想選的是哪一張牌 不要告訴大家 只給我看就好了 一 這個是不是 對 我不是說一喔 還是說這個 對 好這個 好 那我們現在慢慢來看喔 聽眾朋友你們選好了嗎 如果你們選好的話 現在小光要來幫你們解釋了 然後 好的好期待 我們先從 三號牌開始好了 好 選三號牌的朋友 本週的人員到底怎麼樣 怎麼樣可以加強 我的天啊 我覺得真的一開始就是猛的 真的假的 真的 你知道小光老師有這種反應 都會讓人覺得好緊張喔 這是好還是不好啊 我個人覺得還不錯 但是呢這張牌是贏者牌的到位 表示抽到這張牌的人呢 他通常在人際的交往跟人際上面呢 對他來說就是比較困難的 喔 因為是反過來的是嗎 對而且這張牌的人就是比較害羞 而且比較拘謹 然後比較保守 所以他平常對於社交跟人員這些東西 對他來說就是比較弱項的 那我覺得他真的非常的準 因為我沒有選他 畢竟我這麼的吵 真的是耶 而且呢各位聽眾如果你選到這張的話 沒關係 因為呢其實贏者牌呢是一張好牌 代表你的個性其實大家都知道的 然後呢你在人員上面呢 你的表現已經算可以囉 因為你如果強迫自己是逆位的嘛 強迫自己要做些其他不同的一些改變跟做法的話 不一定會比較好 所以你保持現狀啊 自己就可以了 對因為他他們在這一塊呢 其實常常會讓他們覺得焦慮 那但是焦慮不一定有幫助嘛 你只要先認清 你現在這個樣子也沒有不好 那現在是因為有些事情不一定有解決方法 那你過一陣時間就會好一點 反而是要看開一點就對了 有那麼慘嗎 就是說他們本周的人員其實就是 就是會算是平平 算是OK 那如果你要更加強 或是跟這些人呢 好像更麻吉或更到心裡去的話 可能要再花一點點時間 先不要太煩這些 好就是先去做別的事情 對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有1號牌跟2號牌 我們要看哪一張 先看1號好了 先看1號牌 好選1號牌的朋友 本周有好人員嗎 哇塞 有好人員嗎 魚者的正位 其實這跟3號牌是相差很多的 真的喔 這張牌是魚者牌 代表呢這件事情呢 他也沒有太放在心上 表示選1號牌的人 本來他的人員就已經很好了 而且他也都不太在意這些事情 就是他很不在意 也沒有特別去做些什麼事情 自然而然 人員也蠻好的 而且人員呢 也不是他最大的考量 他就是很喜歡做自己 就是非常我心我素 有一點點 但是就是說他覺得 人員呢好像不是刻意去追求 或是增強或減弱 就是做自己 對 而且他也沒有在講這些事情 他就愛幹嘛就幹嘛 所以這一款人他就是可以 像選到1的朋友 他就可以不用太擔心這件事 對 因為選3的表示他還蠻在意 還蠻擔心這件事 那選1號牌的人 也就魚者正位的人 他就是平常其實 他也就是測個好玩 他也沒有說真的很煩 他的人員也算是很OK 他這樣很好啊 恭喜你們 對耶 對 如果大家想找小光塔羅的話 可以傳LINE的訊息給我 欸對 現在可以拜託 小光老師竟然給大家LINE 好害羞喔 T-A-R-O-T-D-J T-A-R-O-T-D-J 前面是塔羅嘛 後面是DJ 是DJ 塔羅DJ 這樣有算宣傳到 你有算過嗎 佳安 準不準 超準 神準 神準 對 害我不得不定時來跟小光老師報道一下 朝拜一下的感覺 對 朝拜一下了 超準 而且佳安算是感情 好我們接下來看 不要碰我的光 來 2號牌 是 本週好人員增強術 如果選到2號牌的人 會是什麼樣子的解決方法 能不能增強呢 看一下看一下 好啦這張牌 我們今天抽到這三張 真的都是太經典了 2號牌是正義牌的逆位 正義牌代表是有來有往 但是如果你選到這張牌 你會覺得適得其反 我反而越想去做好某件事 或越討好某些人 得到的結果卻是完完全全相反的 所以呢選這張牌的人 常會覺得說我莫名其妙 好像是走在路上被狗咬的感覺 真的是 那是只能用衰一個字在形容 就是很莫名的感覺 而且就是你在人緣 你想要變好一點 而且你本身已經算是很不錯了 但是你碰到的這件事 或是這個人呢 剛好就是跟你所想的不同 他就是刻意的要做對的這種感覺 所以你選到這張牌的朋友 你不要覺得很煩 或是覺得很不舒服 這只是一小陣子而已 過一陣子正義牌 大概兩個禮拜之後就會好轉多了 但是如果你越刻意去做好 或是去討好或是去靠近的話 反而會得到反效果 你反而要冷處理 不要理他 或是不要管這件事情 所以反正就是把它先擱置一邊 就對了 不用把它放在心上 對 這樣你就可以讓事情順順利利的過去 對 所以呢 今天選了一二三三張牌的人呢 其實在人緣上都還不錯 但我們知道選一的朋友 他人緣當然是自然而然的是非常好 也最近做事情都很哇 很順利 對那二呢 是正義逆位 其實也本來就很不錯 但是他常會卡在某些事情 或是某些人上面 會有一些石頭 對自己給自己搬的石頭 是所以不要再搬起來砸自己的腳囉 也對那選三的人呢 其實那也還不錯 但是呢他們比較害羞 而且比較內向 越想這件事情 他就覺得越做不好 所以要放輕鬆 所以反而是不要去想這件事情 也不用刻意去做這件事情 對所以呢 好人緣呢 聽了這一集之後 自然而然就會湧現 沒錯 在你們身邊 給大家正能量 是趕快把它分享出去 讓你旁邊的朋友都有好人緣吧 也對 我覺得有貼有好人緣對不對 對 因為你想你有聽到你就有好人緣嗎 那你趕快分享出去 別人就有好人緣 所以要趕快去哪 看哪裡分享呢 看家安愛說話 還有來電二 我覺得你宣傳的好硬喔 大家可能沒有辦法 那我再繼續講講 家安是哪兩個字 家裡的家 平安的安 安全的安啊 對安全的安 家安愛說話 沒有我覺得你要多貼你的照片的話 應該大家會覺得是 我覺得你算是宅男殺手 是嗎 我說的宅男是所有男生 像小光也是宅男啊 就是就是 居家型的男生都是喜歡的 喔 清新款的是不是 嗯 可是有沒有人說你看起來有點嚴肅 還好耶 可能因為我活動的時候都很瘋 因為我們現在在一個很私密的一個環境裡面 畢竟我們要塔羅的時候都要比較神聖的一個感覺 喔 所以營造一個比較 不是嚴肅啦 是震驚 也對 如果大家有機會來參加 或是在譬如說心意區看到我家安的活動的話 你就會看到家安的另一面 哈哈哈哈 而且家安最急要幫小光搞一個 呃 塔羅的見面會或是DJ的小光的見面會嗎 是的 好期待喔 對啊 而且我們剛剛一直在討論啊 就是人數不要太多 我們怕會爆炒 這樣我們會 我覺得不要超過20個吧 也是可以啦 還是你覺得太少 20個我是怕 我是怕很多人會在被卡在門位很難過的 沒有因為我覺得 呃分析塔羅 或者是講一些就是生活上工作上的一些經驗分享的話 會蠻多聽眾喜歡 因為之前小光辦過一次在1月 沒想到一個小時就滿了 那次還蠻低調的 那次我真的蠻 可是我覺得跟不太熟的 或者是 如果有些人 有些聽眾是 其實小光是個害羞的孩子 呃有些聽眾是聽很久的 我覺得跟聽很久的 見面感覺好像比較不會害羞 但是如果跟新的聽眾反而覺得會怪怪的 可是你怎麼會知道他是新的還舊的 只有在我的FB上面貼說 現在有沒有人要報名 然後一個小時就滿了 然後我那篇就撤下來了 對啊 所以我覺得我們是不是應該在 2015的6月來辦一個 好耶 6月好 是一個暖暖的夏日 對啊 炎熱的夏日 而且我覺得跟大家一起拍照其實也還不錯 對啊 不然我們來個Dress Call好了 就大家來的時候一定要有一個主題 這我們再來討論 然後再告訴大家 好 我們今天小光老師塔羅教室007 本週好人緣增強數 希望大家的人緣都好起來 可是有些朋友就像我們排算的 好像有些人不是太在意所謂的人緣 是 那你家安本身是怎麼樣子 嗯 我覺得我算是在意的耶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人緣好不好 有時候我覺得不要講人緣啦 就是講 呃跟人相處的方式 就是的 順不順利 我覺得這對於做事情是還蠻有影響的 嗯 對啊 那當然朋友不用講啊 朋友一定 一定是好朋友才會在一起嘛 嗯 如果說有好的人緣 感覺好像每個人碰他一曲就很順的感覺 對 你就會更開心 所以會這樣想的人其實還蠻在意別人怎麼看自己的齁 應該是這樣說的齁 你為什麼要偷偷的剖析我的內心 我沒有剖析 我是剖析聽眾 你為什麼把所有的焦點都放在你的身上 也是 我們是服務大眾 我剛剛前面有說我們是服務大眾 也對 所以有任何的意見的話呢 各位聽眾朋友可以在下面留言 好的 那佳安也會 就回啦 回訊息 那小光也會回訊息 那如果說你這位塔羅有任何的問題的話呢 啊對 也加一下小光老師星象塔羅FB 或是 ZEN Tarot星象塔羅 我有兩個 一個是打卡的 然後一個是FB 可以 兩個都可以加小光老師星象塔羅 其實好多喔 還有來電20也有FB 對啊 還有DJ小光也有FB 是啊 完全就是一個巨星規格 真的 四月八方都可以看到你這樣子 也對 那下次塔羅教室要來為大家塔什麼 我們再來請家好好想想 下個禮拜 我們再一起出現 為大家好好服務一下 沒問題 好的 那最後 期待下禮拜見囉 有什麼想對我們來電20的聽眾說 加FB對不對 對 有沒有心梗 有沒有心梗 沒有心梗了啦 好啦我期待可以長期的跟所有的聽眾朋友 一起在空中相會 那一樣還是要加加安FB 加安愛說話 家裡的家平安的安 愛說話 而且裡面你都穿小禮服欸 對啊 因為我工作比較多 不會啊我現在也漸漸有放一些比較生活的東西 我以前就分得很清楚 就是我工作就會放工作 那現在有時候我還是會把一些我覺得 很生活然後很很貼近 其實我覺得 不過看母親節的很感人 對啊 是不是 要跟媽咪有一個親親跟寶寶 也對也對 好了 那我們就下禮拜來電20的空中見囉 掰掰 掰掰 消致imy 消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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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三 五 五 五 六 六 五